大家好,我是超子 天气现在越来越暖和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爽口凉菜 红油肚丝 首先准备煮熟的猪肚 将猪肚对半切开一分为二 稍微去除一下里面的白油 熟猪肚一般超市和卤肉店都有卖 当然也可以自己买生的自己煮 清洗干净以后高压锅压15分钟就可以了 用手能掐动就证明熟了 将猪肚从中间片开 这样切出来的丝更漂亮 片开以后改刀成细丝 全部切好以后放入盆中 准备少许香菜切成小段 切好以后一同放入碗中 再来少许红椒切成细丝搭配下颜色 准备一根大葱从中间片开 斜刀切成细丝 斜刀切丝 大葱吃着不塞牙 大葱属实有点贵 我们就少放一些 来几粒大蒜 用它盘晕躲碎 将蒜末一同放入碗中 锅中做少许油 放入10粒花椒 将花椒保出香味 然后用蜜肉捞出 将烧好的热油浇在蒜末上面 彻底激发出蒜香味 做这道菜 煮熟的骨头不建议焯水 因为焯完水以后它的香味就随之挥发了 放芥末就是芥末堵丝 放红油就是红油堵丝 放麻油就是麻油堵丝 随机应变最高境界 明云不算话 给抄子来个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转发收藏 抄子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容易 牛年大敌 老板喜欢吃辣味的 所以我又放了一勺红油辣子 当然也可以直接放红油 再放入一点点盐 少许白糖 少许海鲜酱油 香醋或者米醋 一点点芝麻香油 用我干净的右手抓拌均匀 一道非常好吃的凉拌堵丝就做好了 再来一盘醉人的花生米 二两小白酒 我能吹到天亮 简单的家常菜 不一样的味道 抄子不会陪您一生 但是会让您的胃满满登登